律师声明 8月15日,朱军方委托律师声明,称此前网络中出现大量与朱军性骚扰实习生有关的不实信息未谣言,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 声明中指出,经查,造谣信息以匿名长途的形式在某非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首次发布,后经网络用户及媒体未经调查,求证而贸然转发后,迅速在网络发酵。 朱军方已委托律师,将微博原发者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澄清事实,追责谣言散布者,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大V微博转发截图 7月26日,某微博认证为财经媒体人的百万粉丝大V罗昌平发微博,内容为某匿名网友发长文控诉央视名主持朱军也曾发声对自己发声过性侵行为,报警了也于事无补。 长文中,女生自曝当时朱军在化妆室隔着衣服猥亵他,幸亏言为文进来了才中断。 随后,女生报警,但是此事还是不了了之。